好 真不错 郑总 这个首饰跟您真配 这样搭起来真的很漂亮 谢谢陈欢 今天啊 真的很难忘 我很开心 您满意就好 如果您准备好了 现在可以出发去草坪了 那咱们出发 这边 走 崔叔 崔叔 现在新疆去草坪了 冷盘赶紧准备一下 可以上了 我现在马上就下去了 恭喜啊 这恭喜完了 新疆都已经走了 我恭喜也就是你啊 切转差异化 脑袋转得很快 恭喜我 那你不表示表示啊 好啊 那我以后 就多请你吃吃饭 行 不过你说到吃饭 我还要感谢你呢 多亏了上次你请我吃饭 让我灵机一动 我从来没有想过 新安丽的草坪 能这个样子 奶奶如果能看到 一定很开心 是啊 我听顺利说 你们老板跟你下了 很重的任务 跟新安丽有关吧 肩膀硬 扛得住 是吗 如果真的跟新安丽 有关的话 你不要顾虑我 你就放心 好好做你的 你拍我们俩干吗呀 不好意思 慢走 我刚刚看光线特别地好 然后你们的 穿搭都特别地大 所以日设不住就拍了 是吗 那 那你拿来跟我们看看 大家都别干活了 休息一下 吃个西瓜吧 来 每个人都有 来来来 吃瓜了 麦总请大家吃瓜了啊 来 每个人都有 好 谢谢麦总 谢谢麦总 来 谢谢麦总 谢谢麦总 不客气 没干的 来来来来 吃西瓜了 来来来来 来 吃西瓜你拿 还有啊 还有啊 吃完待会儿大家还有啊 多吃点 客人都走了 你怎么还在 我也想吃瓜 有 有 有 我再给你亲一个 叔叔 我来吧 明思一点 小心手啊 吃瓜 你怎么不吃啊 嫌我倒工不好 还是嫌这个西瓜不好吃啊 不是 我就好奇想问你一下 你以前吃西瓜 都是先吃中间吗 当然了 要不然怎么吃啊 中间的西瓜是最甜的 而且这是吃西瓜的 一种仪式感 小的时候 我爸就买一个大西瓜回来 然后我妈从中间一亲 我跟我弟弟一人一半 把肚子 吃得嘟嘟嘟 这么大 我小时候 吃西瓜要是先是中间 就会挨一顿打 然后被复了自孙 不过现在呢 不一样了 基本上已经是 别人做好了之后 给我送过来 现在没有人说你自私了 是吧 我自己拿着吃 甜吗 自己拿着吃 真甜哦 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 我们日后呢 会大力发展婚礼业务 所以目前 大家的工作岗位 还有职务内容 都会有相应的变化 之后我会再挑选一个 住厂的婚庆公司 来帮助我们更加地 规范化 那么目前 婚礼事业部 暂由崔叔管理 接下来诸位可以毛遂自荐 主动挑战起这份工作 有谁想试试的吗 老板 廖刚 你想试试吗 我想辞职 老板 老板 我们也想辞职 廖刚 你想起乎什么 还有你们俩 干吗 捣乱呢 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那老板 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你搞这个婚礼定制 通一棒子吸引榔头的 到最后啊 不一定有什么成效 我们原本在酒店 都干得好好的 那现在呢 跟老黄牛一样 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地搞婚庆 这工作量大不说 那工资还跟以前一样啊 你上次说那个 分红的事啊 我也打听了 好像要到年底才有啊 那我们可等不起谁 所以要辞职 没问题吧 对啊 这分红还确实没了 现在连条休都没了 对吧 赚了又少 何必呢 拿不定赚钱 我们也不干 就是啊 是不是啊 怎么干呀这是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行业 本来就是自由透明的 如果有谁想走 我绝不来 我相信星安里的潜力 我也相信留下来的同事 跟我是一样的想法 我们是战友 遇到事情 是可以一起商量 一起解决的 而不是用眼下这样的方式 我们刚刚打了一场 非常漂亮的仗 刚刚落稳了脚跟 最困难的时刻 都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 在你们的工资里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承诺 对于要走的人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地方去 我双手恭送 我也祝你们 有比在星安里 更好的发展 晨慧到此为止 大家散会吧 刚哥 怎么办啊 警官 崔叔没事 您不用安慰我 我都明白 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走 他们只是质疑我 但我也知道 公司这个事情 得马上提上日程了 毕竟对我们来说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留住人 中毒事件虽然澄清了 但是它还是给我们的客人 带来一些影响 导致我们上个月的收入啊 就没有之前好 婚清业务第一单 我们也是赔本撞腰火 才打出了点名气啊 后续的投入呢 我们刚刚向银行又带了一笔款 接下来 短期之内 我们再到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 是吗 崔叔 我可以把我们家买房的钱 先拿来填工账 这个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你要拿自己买房的钱 出来给员工涨工资 这个我第一个不同意啊 是我的团队没有管理好 我 我 我有 崔叔 你不要这么说 既然我已经接替奶奶 来管理心安理 那这个就是我的职责 我必须要去面对 也必须要去解决的事情 崔叔 你别急 我们一起想办法 喂 姐 夏早 我想跟你说个事 心安理出什么事了吗 没出什么事 就是 心安理的资金 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能不能跟爸妈商量一下 看看买房的事情 能不能往后延延 我知道爸妈肯定会很失望 因为我现在 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但是你告诉他们 房子我以后肯定 会帮他们买的 等我处理完现在的这些事情 我回家有好好 跟他们解释一下的 姐 我还不了解你 姐 你肯定是有什么难处 才会这样做的吧 爸爸妈妈那边 你放心吧 我来跟他们说 谢谢小早 为什么呀 为什么就不买了呢 什么原因都不讲 他现在好嘞 人不让我看见 做事情也不跟我商量 真是的 我还以为买了房子 你们都能回来住了 这家好了又露空了 老婆 女儿肯定有她的难处 我们也要体谅她 要尊重她 我还不够尊重她吗 一天一个样子 今天房子不能买了 明天老洋房又不能住了 老是来人提心吊胆的 睡觉都睡不好 妈妈 我也说姐姐了 但姐姐也说了 这房子不是不买了 是迟一点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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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买 是 是 谁还相信她呀 不 我跟你说 什么住房不住房 我才不要出来 我哪儿都不去 我还回我老房子去 让电饭爆炸爆炸 让冰箱再进水 老婆 姨姨 姨姨 说 你怎么在这儿 来接你们 这不是你们家的房子 还没到期吗 那就先住着 其他以后再说 走吧 我们回家 好 走 走 走 谢谢啊 还有房间清扫的问题 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的毛巾 真的要回去 姐 你先去忙 怎么样 小嫂 爸妈那边还好吗 爸妈那边已经安顿好了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 心里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事儿 别担心 我现在确实很难两全 我还不了解你嘛 你要不是真的难做 万不得已 肯定不会这样的 对了 今天是姚志明开车 接爸妈回家的 还让爸妈先安心住下 我还不了解你嘛 姚志明 他 他怎么会过去啊 不知道 不过他出现得特别及时 这个姚志明 一而再再而三地帮着我们 他该不会对你 你最近话还真的挺多的 你吃饭了吗 没吃饭 带你去餐厅吃点 走